孟母三千断鸡教子 孟母作为中华母亲的杰出代表 从适史、励志、免学等方面言传深教 最终使孟子成为后世儒家追母向往的亚圣 5月6日 纪念孟母孟子大典在孟子故里山东周城举行 两千玉米海另外孟子后裔和社会各界人士齐聚梦妙 共同缅怀孟母贤德追思亚圣功绩 据了解 纪念孟母孟子大典是2019年孟子故里母亲文化节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月初二是孟子的诞辰日 为了纪念孟子 也为了纪念孟母这样一个伟大的形象 所以周城就把四月初二 作为咱们中国的母亲节这样一个来创意的 也是为了让更多的孟氏后裔 以及其他的咱们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 来传承孟母的这一精神 记者的现场获悉 孟子故里周城一直有在孟子诞辰日纪念孟母的传统 就是为了更好的弘扬以孟母为代表的母教文化 孟子在求学出世世家等方面都受到孟母的教化 孟母因此被誉为母教艺人 至今人传为义反 孟母被称为母教艺人是当之无愧的 为什么这样说的 从她在怀孟子的时候 歌不正不实 习不正不作 这属于胎教最早的 然后呢 在孟子小的时候 她有断姬玉学 三千则林 这是在她求学的过程中 在孟子出世的过程中 在齐国的时候 她有拥盈而叹 这是在孟子事业方面的支持 而当孟子和妻子发生矛盾的时候 她有劝其不休妻 在祭祀现场 来自海内外的孟子后裔代表 在身着宋代服饰的三线观影道下 依次在孟母和孟子的神像前 行三跪九寇祭祀礼 以示对祖先的怀念 来自吉林的孟子第七十三代孙 孟立慧 已连续十年参加纪念孟母孟夫大演 她告诉记者 以孟母为代表的母教文化 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 作为孟子后裔 更应该传承与发扬 中国有四大贤母 孟母举首 所以说我觉得孟母的功劳是 把孟子教育成圣人 我们又是圣人之后 所以说我希望我们孟家人 所有的女人 都能做当代的孟母 嗯 好 好 那么 Universidad